为何日本宣称大陆演练夺取东沙岛能防御得了吗 台海军退役上将给出了解答 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 俗话说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日本共同社宣称大陆方面8月有针对东沙岛的夺岛演练 日媒捕风捉影的报道正应了此言 但是由此却引起了各方对东沙岛的关注 东沙岛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位于珠江口 海南岛 吕宋岛及高雄的中央位置 距禁出巴士海峡的要冲 岛上建有1500米的跑道 可控C130运输机起降 有共500吨舰船停波的码头 另有深水航道 可建设更大的波位 若控制东沙岛 既可阻敌西进北渊 也可防敌南逃 类似小岛的控制权得失关键 要看制空权 制海权的争夺 夺战岛礁的动作可大可小 小的话一艘两栖攻击舰 几艘驱护舰就可以拿下 大的话可能引起一场激烈的海空大战 目前看除了美帝 没有力量可以在东沙岛周边 与我国争夺制空权 制海权 在失去制空权 制海权的前提下 坚守岛礁 结局就是一定的 差别在于过程 东沙岛长约3000米 宽约800米 一江山岛面积只有东沙岛的一半 确令我军付出了比守敌更大的伤亡 因此战术层面还是要重视起来 好在东沙岛是珊瑚 海沙累积而成的第一幅海岛 地质地形决定了其一工难守 东沙岛地形平坦没有山丘 平均海拔6米 最高海拔12米 便于两栖车辆突击上路 台海军退役上将前东沙指挥官 纪林联表示 东沙岛的防御设施已实现地下化 据点化 这完全是徒劳的 构筑地下工程向下开挖很快就会渗水 在近水珊瑚礁上 胶筑混凝土一渗漏一瓦解 是世界性难题 所以东沙岛地下工程的埋身一定很浅 说到据点化 从图上看 东沙岛的建筑显然达不到要塞化的要求 即便是像德拉姆堡这样的要塞 钢筋混凝土厚度6米 也无法抗击现代钻地弹的打击 东沙岛上埋身不足的地下工事 厚度不足的地面建筑 肯定无法抵挡一吨重的天歌激光制导钻地弹的攻击 可以说 随着大陆方面海空力量的增强 东沙岛太平岛已是囊中之物 若有战 夺取岛礁不过是搂草打兔子的事情